要说到现在娱乐圈中,国民度最高的女演员,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杨子。 王佳儿还多次在采访中称,杨子是自己的童年女神,不得不说杨子真的是很红了。 杨子和欧阳娜娜两人,不仅都属于清纯可爱的小花旦,路人员和观众员都特别好,而且两人的男神都是同一个人。 很多杨子的铁杆粉丝都猜到这个人是谁了,其实这个人就是娱乐圈中80后的人气男神彭于燕,彭于燕凭借破风、乘风破浪、听说等多部影视剧作品,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型和男神,拥有很多喜欢他的粉丝,当然这其中就包括了杨子。 杨子多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就有说过自己是彭于燕的小粉丝,而且是喜欢了五年的忠实粉丝。 除了杨子之外,欧阳娜娜也是彭于燕的小粉丝。 欧阳娜娜在上节目的时候,主持人就问过,娜娜心中的理想型是谁? 她也是毫不犹豫地说出了彭于燕的名字,可想而知彭于燕魅力是有多大了,你们认为彭于燕帅吗?